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54集 谁来救救我呀 蜷缩在马车角落里睡觉的王妃 被一阵操乱的脚步声 甲咒碰撞声 以及议论声惊醒 同车的婢子们已经醒来 凑在车窗边观望 大晚上的这般吵闹 发生了什么 刚才不是睡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出去巡视啊 王妃心里一灵 掀开博毯 边揉着眼睛 边推开马车的门 小心翼翼的跳下马车 她逮着一对正准备出去巡视的 进军问道 你这是做事 最前头的士兵打亮了她几眼 杨金罗回来了 据说在刘石滩遭遇埋伏 传之沉默了 后面的一位士族补充道 如果不是许大人改变路线 咱们今儿就全完蛋了 王妃悚然一惊 涌起强烈的后怕情绪 真的有埋伏 是冲我来的 行 幸好有她在 幸好她急早反应过来 她拍了拍胸脯 这一刻竟涌起强烈的安全感 平平无奇的王妃 深吸一口气 转身回了马车 婢子们连忙追问 你去问了是吗 他们都怎么了 水流有埋伏 传之沉默了 马车呢 惊呼声四起 婢子们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嘀咕声四起 婢子们议论纷纷 王妃裹上宝毯 蜷缩在角落里 抱着肩膀微微的发抖 她在漆黑的夜里 感受到了寒冷 发自内心的寒冷 帐篷里 杨艳盘坐在软店 接过大理寺城递来的茶水 奇迹观传的这一条黑胶 应该是北方妖族里的胶布 实力不差 四品 在水里我打不过她 她不是话多的人 严谨意该的说完 给出自身与对方的实力对比 然后就一言不发的沉默 楚向龙脸色大变 听到四品蛟龙的存在 大理寺城等人表情怪异 有恶然 有畏惧 有焦虑 陈捕头眉头紧锁 楚将军知道那条蛟龙的底细吗 说话的过程中 他用眯着的眼 审视楚向龙 众人纷纷望来 无形的压力 让楚向龙无法继续保持沉默 犹豫了一下 他沉声说道 黑胶 四品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汤山君 他果然认识黑胶 许清安眸光微闪 在刘石滩射服的敌人是北方妖族的 既然北方妖族出动了 那么向来同气连织的北方蛮族呢 另外 王妖前往北境这件事 秘而不宣 官船一路北上的速度极快 按理说 北方妖族根本不可能提前设服 除非他们早就知道王妖要北行 咱们这位大奉第一美人果然不简单 值得满足如此大张旗鼓的深入敌人腹地搞埋伏 刚才看楚相龙的脸色似乎极为吃惊 很明显 也对北方妖族的出手感到震惊 许清安脑海里 无数念头闪过 陈捕头低声说道 杨金罗 除了黑胶 还有其他敌人吗 杨燕摇头 没发现 众人松了口气 大理寺城如释重负 心里安定了许多 哦 若是只有一位四聘 咱们倒也不用太担心 说完 便听许清安嗤笑了一声 北方蛮族与北方妖族同气连之 既然妖族出手了 蛮族还会远吗 如果我猜的没错 前往北京的各大关爱 都有高手埋伏 相信我 除非我们抛弃马车和物资 翻山越岭 不然迟早会被再次埋伏 这年头 官道就那么几条 阳长小道倒是无数 可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 骑马都困难 别说马车和运输物资的平板车 古代的简径毛贼 只需要占据一条官道 沿途打劫来往的商人 行人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被他这么一说 两位御史和大理寺城连忙 看向陈捕头 他们现在已经不信楚相龙了 陈捕头虽然官职低 可他是经验丰富的武夫 也是自己人 他的表态最值得信任 陈捕头轻轻点头 低声说道 许大人的分析很有道理 甚至就是事实 我甚至觉得既然水陆有一位四品 那么其他埋伏点呢 会不会也有一位四品 或者更多的四品 北方蛮族和妖族联合起来 出动一定数量的四品 不在话下 四品高手在江湖上 那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是一方土霸主 但在朝廷里 四品不说多如牛毛 却也绝对不会缺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江湖上的四品 比朝廷还多 那统治天下的也不会是朝廷 北方蛮族和妖族 相当于是北方联合朝廷 这 这可如何是好 三名文官有些急了 敌人只要有两名四品 他们这支队伍就危险了 如果是三名 那必将全军覆没 帐篷里气氛变得严肃 沉默 三位文官以及陈捕头 眉头紧锁 尽管外面有一百进军 还有各自带着的护卫 却不能给他们 带来丝毫的安全感 其实使团的守卫力量 已经非常的充足 有百名进军 有数十名护卫 更多四名银罗 八名铜锣 以及一名四品的金锣 这样的一支队伍 只要不被大势力盯上 足以在大风各地横着走 甚至去北边和东北 也能全身而退 当初张巡甫率队去云州 也是这样的规模 一路平安无事 可眼下的情况是 他们很可能遭遇了 北方妖族和蛮族的联手埋伏 真对 背后是雄居北方的大势力 陈捕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楚相龙 北方蛮族和妖族 为什么要截杀王妃 他们又是怎么提前设下埋伏的 楚相龙冷哼了一声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如果早知道敌人 是北方妖族和蛮族 为何不派禁军护送 非要藏在使团里 糟糕的情况 让他出离的愤怒 不再顾忌楚相龙的身份 态度针锋相对 对啊 如果对遭遇埋伏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直接调配禁军护送 不是更安全吗 这里毕竟是大风的地界 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禁军 护送王妃 北方蛮族和妖族 即使出动四品高手 也只有隐恨的结局 毕竟禁军肯定会携带 大型杀伤法器 而且军中本身就有许多高手 可原景帝却让王妃 偷偷潜入使团 谁也不知道 暗中离境 许亲爱心里闪过 这个亥然的念头 他们防的是朝廷内部的敌人 朝廷内部有人不想让王妃 去北京见怀王 王妃去了北边 到底会引发什么 这背后果然还有更深的内幕 还有 妖族和蛮族是如何提前得知 并设想埋伏 这些线索杂乱无章 没有头绪 想得头疼 耳边想起楚相龙和三位文官的争吵 许亲爱捏了捏眉心 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 其实 我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请君入瓮 主动引来蛮族和妖族的高手 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 许亲爱捏 想越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首先 他有笔尖四品 甚至有超越的金刚不败 单挑一位四品 即使打不赢 对方也很难杀死他 毕竟武夫不会针对元神的攻击 若是盗门四品 许亲安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毕竟他的元神层次还停留在六品 就算他的元神比大部分六品还要强大 可怎么也不可能是盗门四品强者的对手 其次 他有儒家赠予的魔法书 搁在游戏里 这就是超珍惜技能卷轴 我虽然等级低 但我会克金 天然之争里 正是因为儒家魔法书的效果 为他弥补了元神的弱点 从而打败李妙真和楚元真 最后 他体内还有一尊神书和尚 这是他最大的底气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